这几天我们报道媒体上面都看到了一些 关于我们陈吉仲我们的主委他所说的一些 我把他简单容说叫做 大家想一想 我们一年总共要进口多少个猪肉 90万吨的猪肉 那截至目前为止 那陈吉仲他所说的 他说他进口2万至1万8 2万吨至1万1千 1万8的一个猪肉进来了 那他说他什么 莱猪的那种所谓 含莱克多报案是一句都没有 那外来的肉贫跟猪贫 百姓不相信 他选择的就是台湾我们的猪肉 但是台湾的猪肉 你现在在外面的这些莱猪 结果方向气候大家都不知道 甚至已经也怀疑说 我们元素的台湾豬肉 如果是我们的肉质品 一定有参与莱猪 那不允论因素不安全感造出来了 市场整个都说乱名 就问一下 这这样是一年这么大有为的政府 是说我们一年这么多 对我们二千的肉贫质品不帮忙吗 政府真的是 我也是想不到 都可以八成才好 他们说你就相信 我不相信 这都不相信 这都不相信 大家都都不相信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佑敏的 你要听国语请按一 然后听台语请按二 然后双声带请按三 那这个问题非常好 费费养养的莱猪的问题 从去年燃烧到现在 中央政府的话 一直没有给社会大众 一个很明确的说法 那站在猪龙方面的话 你说进口这些莱猪的话 对我们台湾的所谓的油量猪 或者是我们的传统猪肉市场 会有影响吗 那一定被非常大的冲击 那这几天 我们报道媒体上面 都看到了一些 关于我们那个 陈吉仲 我们的主委 他所说的一些 我把它简单龙说叫做 你真笑的 说话话 那当初他说的 我们那个要进口那个莱猪 是因为说我们是答应美国的 那这个答应美国也是中央答应的 也是我们政府答应的 那大家想一想 我们一年总共要进口多少个猪肉 90万吨 90万吨的猪肉 那截至目前为止 那陈吉仲他说说的 他说他进口2万至1万8 2万吨至1万1千 1万8的猪肉进来的 那他说他什么 莱猪的那种所谓 含莱克多巴胺是一克都没有 他这个真笑的 那想一想 那你如果都说说 所有的猪肉都是 那个什么 莱克多巴胺一克都没有的话 那你当初就不用再 引起这样的社会的宣化才对吧 所以我觉得 他这些公司是在公平的 那你70万吨 你一年就是要进口70万吨的 总共的猪肉 那你说有办法 都一克都不留 还是说他截至目前都是一克 都没有莱克多巴胺的成分 那你与其这样子 你与其就是大大大大的跟国人讲 我们进口 我们限制进口商进口有含莱克多巴胺的不就解决了 那为什么就这样子含含吾吾的 到现在人家问我说莱猪到哪里 我怎么知道莱猪到哪里 连中央政府都不知道莱猪到哪里的 人民百姓会知道吗 那都不知道的一个市场预测状态之下 大家认识怕丢丢丢丢 不知道这个酥肉有来自没来自 你怎么知道的不知道 如果是这种不预期的因素 就问你买酥肉会丢丢丢丢 那会不会冲击到原始的猪肉市场 这个很简单 所以他们讲话很矛盾 但是我们却很明白的在看这件事情 从以前到现在 为了标示的问题让我们纷纷糠糠了 那包含我们也知道了 我们的标示章 为了标示章没有统一一致 那也到時百姓跟中央跟地方也是都是很混亂的 那你現在到底有沒有統一 或者是有沒有怎樣的機制作為 其實百姓現在已經懶得講了 我正在說了 你說我們現在台中到底美國豬肉裡面有標示 我告訴你有標示 但是標示出來的東西 我告訴大家大家一年才一年都會沙沙 你要去潮池看看 潮池沙來的豬肉 他直接跟你說了 我這是澳洲澳年 我這是什麼 那請問一下 你只標示它的產地 就問一下萊豬為什麼 你就不直接標示你是萊豬這樣就好了 如果說要標示就明明白白跟百姓講 我這個是萊豬比較便宜 這樣就好了 你別說美國豬、美國豬、澳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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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 那樣說的那些我都有一種種種類的 八世告白 他寧可選擇我不相信外來的豬品 我不相信外來的這些肉品 那外來的肉品跟豬品 百姓不相信 他選擇的就是台灣我們的豬肉 但是台灣的豬肉 你現在在賣的這些萊豬 結果風雲、氣氧大家都不知道 新豬已經也懷疑說 我們聯手的台灣豬肉 那是我們的肉製品 一定有參加萊豬 那不穩定因素不安全感 但是我們走出來了 市場整個都在賣的 請問一下 這樣是真正的大有為的政府 是說我們真正的對我們離親的肉品市場的幫忙嗎 地方上的豬肉 以前我們在傳統市場買的時候 如果如果是我們比較熟的豬肉店 我們買的當然我們就比較心理 如果如果是豬肉店很怕不開 那做生意大家都知道我們是來自於信任 對你的商品我有信任 對你的東西我有信心 那這個信任機制跟信心的基礎不掉了 買東西當然會沾沾沾沾 這都是很正常的道理 我覺得這不用去解釋 我也覺得陳其中 你要認對到我們正常消費的心理因素 這樣才會進行 因為今天換了你去買東西 這個老闆有信任機 所以你對他的商品有信心 你就趕快買 如果這個老闆你怕他沒做 甚至叫你去找一個清潔的市場 你買你沒有信任 我請問你趕快買 這八成大都很清楚 所以你說到底有沒有影響 影響很大 只是他們不敢講而已 所以說話不要沒良心 我們說話要有良心 我覺得這個社會是有適合的 你知道嗎 你現在沒有台幣是去開放全租進來 你跟我說八成吃到的比較少 我已經說過了 我們台灣這邊土地本來吃牛 會靈靠吃牛的人口 相對就是有限制性 做慘的做行李的 有忠告信用的代表 他就不需要吃牛了 是不是這樣說 你現在說吃牛的紀錄就比較大 你現在是在騙人物 還是騙人物 這真的有在頭上的說法 大家用膝蓋污水就知道了 這種要用膝蓋污水就知道了 你開放牛 又何況又不是全牛 又何況是有限制的牛 牛制品 請教你吃的 有可能說台灣全租 跟台灣整個地板 會比較多 你也這麼陷 如果說平常都說 台灣有那麼多 地板一定比較多 可能有那麼多 因為我們的限制性就比較多 我們的宗教信仰道德觀 跟做行李的一個習俗 我們就吃牛就比較少了 頭可能說的這個論述會成立 那是不成立的 現在不只是內臟 我們台灣有在吃大餐 有在吃什麼粉餐 大餐、冠煉、切餐 這都有 牛的相對是提早 不然你請問一下 有什麼牛粉餐湯 我們都可以吃粉餐湯 然後有牛冠煉湯 所以說話說 本來我們牛的攝取就有所謂限制了 那種牛肉攝取的限制性 不是來自於國家給它的限制性 是來自於他自己 我們家有農的 我們家有農 我們家就沒吃牛了 我們家做生理的 我就沒吃牛了 本來的限制就是在這個地方養成習慣了 有的人一、四人也吃過牛肉 長時間的肉品都是攝取在煮肉 你這麼豬肉都要整個開放 更何況說我們的食材跟飲食 我們有大量在吃 所謂的豬肉內臟 你跟我說現在你的豬肉內臟 你開放出來 然後你的攝取量 會比牛肉更少嗎 這就有可能 我覺得 正義這麼久了 包含到我們的記者先進 你跟我們問這個問題 我已經搖頭了 沒有什麼回答 這個好像已經不是問題了 已經絕對這個政府是失望了 然後百姓也不想講 我講到我們鄉下的一個民生 以前有人說過一句話 我就盡量不要吃兩隻腳 有的人吃肉 他不要吃兩隻腳 他們都要選到四隻腳 那麼只選到四隻腳 他本來都吃幾百元 我們鋼匙的農民 有的人是不要吃牛 不要吃牛 你知道嗎 因為牛要工作 所以他們都說對牛 就不要吃 現在一隻也不敢吃 牛也不敢吃 當然都去買牛 當然都去拿百姓的肉品來吃 那很明顯的跟你講 我們對於豬肉的攝取量 相對都是減少的 我們平常是在叫本東 在叫本東 現在要跟他們說 我們要叫什麼 以前叫雞排 不然現在一隻麵就是雞排 一隻麵就是雞排 不然吃牛肉就是雞排 不然就是雞排 不然就是我們所謂的鱼 鱼鱼便當 相對的我們在 我們在叫做雞排 我們要求比較少 大家的便當店 大家的快餐店 你去問就是這樣 確定 這是確定的 這是確定的 就是我們以前的 鱼肉 鱼肉 這些肉 就比較少了 包含他們大 寬了 我們的備料 就相對減少了 備料相對減少了 鱼肉便當本來一天 可以賣三百粒 現在可能差不多 百二十三粒 比較不夠 這是正常的 這政府真的是 政府真的是 啊 我都 我也想不到 都可以賠成這麼好片 他們說你就相信 我不相信 我今天會不會 呢 你不安 你不相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